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吳宗成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台拳道的一个话题 我现在拿着只有上衣,裤子我就不拿了 因为我主要是要介绍台拳道 现在我们看到台拳道比赛,他们穿的道服都是这个 但这个实际上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原来是跟空手道一样 跟柔道服是一样的剪裁方式 胳膊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你就知道 现在是怎么样一个形状 现在大家看到台拳道,这是韩国人的自尊心 跟他的发展,他认为一定要跟空手道要区别 因此他就发明了这个衣服 原来是这样子的,交叠的前击 现在他是变成这样子 所以他现在用成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开的比较开 而且再来就是他比较带户具 没有穿户具之前 实际上现在台拳道馆里面练习的时候 大家都是穿的,像我刚刚这个人T恤 因为热嘛 而且这个东西没有太必要 这个道服是在道馆里面穿的 它是有一种疑似性的服装 因此韩国人,我觉得他在这一点上面 这个衣服也不是韩国的国服 他就是想要跟空手道切割 因此他把以前的崔洪喜将军 发明的那一套台拳道是旧的 崔洪喜后来普正希被刺杀之后 崔洪喜被判国罪 他逃到北韩去 然后在那边继续推行了台拳道 以前北韩没有跆拳道,只有南韩有 那他们推行的那个跆拳道 他用的道服是以前旧的 两段以上,这边还有香黑边的 那现在那个还存在 就是变成跆拳道分亭抗理 有两个组织 但是现在世界跆拳道是穿这个 也就是金云龙他们推行的新的跆拳道 就是这个衣服 那新的跆拳道里面又做了很多很多的改革 那个细部我不用讲 实际上中国大陆想要用巫术改革的话 你要深刻研究台拳道的历史 你就知道韩国人是怎么样改善 改良这一项武术 那我只是用这个服装来做举例 比如说他那个电子户具 踢到就会怎么样 那因为那个太过敏感 所以有可能还没踢到 他就已经作用 或者是物动作等等 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改良 在做很多的改善 这个服装裤子没有改 这是衣服 就是上衣 上衣他改成这样 以区隔其他的道 这就是跟各位分享的 这个韩国人在跆拳道的努力 大家一步一脚印的 我们都看得到 实际上我在学跆拳道的时候 民国五十七年的时候 跆拳道其实才开始发展 那时候没有比赛 也没有量级 通通没有 而且主要是在军中 而且他外放到世界各地去发展的 都是军人 以上能够分享 这个跆拳道很多值得大家深思的地方 谢谢